喂 钱准备好了吗 一千万美金太多了 我现在提不了那么多的现金 李总工 你少来这一趟 钱对你来说算什么问题 总之明天我一定要看得见 孩子呢 你放心 我只求财不害命 我现在身上只有五百万美金 别跟我爽坏啊 一千万美金一分都不能少 否则明天就给你儿子收尸吧 我要跟我的孩子说话 不要多颜时间 让孩子的妈妈把钱带到工厂来 否则我会让你后悔一辈子 喂 喂 时间太短了 我们监测不到电话的来源 李先生 我建议去交赎金 到手号见机行事 救助孩子 你同意让孩子的母亲 去交赎金吗 来了 童童有消息了是不是 你快说话呀 童童是不是有消息了 到底是谁绑架了他 你快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冷静一点听我说好不好 至少我们现在有童童的下落了 而且绑匪要的是赎金 不会伤害童童的 只是 只是什么 绑匪要你去交赎金 可以 我去 很危险 没关系 只要童童平安 就算要我的命都可以 警察让你现在过去 交代一下怎么应付 童 童 童童找到了 你怎么在这 你不是把童童抢走了 美玲 是你把童童给弄丢的 你还要把童童给弄成什么样 美玲 你还是不是人呢你 童童有消息了 童童怎么样了 在哪儿啊 警察让我现在过去 只要有消息 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童 童童 你找到童童你告诉我啊 喂 你一个人呢 对 你们要的钱我带来了 童童在哪儿啊 别着急 等我拿到了钱 一定会放到你儿子的 那你快来拿呀 钱就在我这儿 要不然我打开给你看看 不用 你现在顺着你的右前方的路 一直往前走就行了 右前方 对 这么久不会有事吧 你不能去 警察已经把这里包围了 他们一定会 等不及了 赵萌 你现在下就会打造惊蛇的 我是孩子的父亲 他们不会怎么样 浅动 停 把你放下让我离开 那童童呢 不是说好的 借了钱 你就把童童还给我吗 童童呢 你说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谈的条件 放下钱力和消失 我见到童童 我是不会走的 你在哪儿 你给我出来 童童 你把童童还给我 童童 童童 你在哪儿啊 童童 爸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你拿好我的钱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放手 放开我 你把我儿子还给我 放开我 放手 你才跟着我弄死的 好 别动 别动 孩子 别动 老师 原来是你 是我怎么样 你们把我开除了 这就是报应 令中谋 你也害怕了吧 童童的 童童在哪儿啊 我不知道 把他带走 是 童童呢 没事吧 我没事 快告诉我童童在哪儿 你快告诉我童童在哪儿 童童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老师交代 你把孩子藏哪儿了 孩子真不是我绑的 我就是恨李种谋 趁机报复他一下 浑水摸鱼 骗点钱 警官 这孩子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啊 李先生 李先生 已经审查这么久 他说的应该是真的 我们还是赶紧想别的办法 找孩子吧 既然赵国华 他没有绑架童童 这对我们来说 也算是件好事 现在我们可以认为 童童不是被别人绑架的 我们警方也会扩大面积 继续搜查 那我们保持密切联系吧 谢谢 谢谢 怎么办 怎么办啊 怎么办啊 再去你家附近找找吧 好 今天谢谢你啊 没事 这是我应该做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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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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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彤彤不是被绑架 我们现在需要冷静 你最了解彤彤 你想一想 彤彤会在哪里 能找的地方 我们都已经找过了 彤彤不开心的时候 还有可能去哪里 如果彤彤不开心 或者害怕的时候 他会躲起来 可每次都是躲在家里的 躲在家里